有真理的话语的教导的是模范教会 还是有充满的主爱的是模范的教会 我们可能会得出不同的 这个线不够长 那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想 我自己在想 我刚才问大家这些问题 但是我自己在想 我看到这个在北美有很多巨型的教会 就是超过一万人上的教会 像加州就有这个 Siddleback Church 马安丰教会 华里科牧师他们的教会 有几万人 那是不是模范教会呢 那弟兄姐妹说 当然啊那么多人就是模范教会啊 那像我们这样子有几十个人的 甚至有的还要比我们人还少的一些教会 那是不是模范教会呢 我们有时候人呢 就会用这个 人数 然后奉献的金钱的数量 来衡量 是不是模范教会 但是我们来看看 所以我想借着最近的这个 下面的一些主日呢 想跟弟兄姐妹分享 圣经当中的模范教会 那第一个呢 就提出来是安提阿的教会 那我们会陆续的讲一些圣经当中的 像一些 帖撒罗尼加教会 菲利比教会 还有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 被主称赞的 被主责备的 我们可以看看哪些是模范的教会 那这些模范的教会 有些什么样的特质 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教会又拥有多少 然后我们朝着这样的目标 来建造自己 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那相信我们的教会 也会成为被主称赞的 模范的教会 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我们再看那个主题经文 前面的主题经文 那这里大家看到周报 手上的周报呢 也有我列了这个六条 他们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一些特质 那这六条呢 都是根据这四节经文 整理出来的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六条的时候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教会有几条呢 第一 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 我们还是看主题经文 对不起 有什么呢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那先知呢 我这里说 是等一下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先知 就是不是旧元圣经的那种 专门说预言的先知 而是新元圣经里面所说的 做先知讲道 这样的先知 他们有先知 那当然我们教会呢 除了我可以讲道以外 你看有苏弟兄可以讲道 刘海燕子们也可以讲道 那其他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就不能讲道呢 也可以操练 等一下我会用一些 格林多前述的经文 来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可以操练 来讲道的 那还有教师 所以安提阿教会有教师 教师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 按照圣经的这个教训 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 这样神的话 就是包括说我们 主族学的老师 有弟兄啊 还有现在你看 也有一些青年的弟兄姐妹 像思影啊 黄琴啊 也操练 那其他的像 小朋友那边的 也有一些 带小孩子的主族学的老师 弟兄姐妹 这些是教师 那他们还有什么呢 他们还能够同心 你看这里面说了 五种 五个人 五个人呢 其实都是文化背景 和各种这个教育 和这个来 从过去 从什么地方来都不一样 有巴拉巴 有西面 有路球 有华念 扫墨 这里列了五个人的名字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这五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 这五个人呢 其实都有不同的背景的 你看 巴拉巴呢 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的话 就知道他是一个 比较富有的人 在使徒时代 他把所有的田产家产 卖掉以后捐出来 把他的家产 比较富有 但是呢 圣经还说巴拉巴是个好人 还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还是一个大有心理心的人 这是使徒行传 对巴拉巴的评价 所以在人看来呢 巴拉巴 就是好像 没有记载他什么缺点 没有记载他什么错误 那 尼杰 称呼尼杰的西面 尼杰呢 是这个原本就是黑人的意思 黑人 黑人西面 那就是非洲来的 那就是黑人了 还有古利赖人 路球古利赖人 也是在北非利比亚那边 也是非洲人 还有一个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 什么叫做与分封之王西律呢 那个西律王家里有一个陪伴他一起长大的孩子 马念 他现在长大了 那时候像过去中国古代的时候啊 有一些国王的孩子 太子啊 或者其他的儿子 要有一些陪伴他的一些青少年 或者陪他读书 陪他玩耍 陪他 哎 一起长大的 这个马念呢 就是这样一个身份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 然后扫罗 扫罗当然我们知道 他是逼迫教会 他是逼迫基督徒的 但是在始终行传第九章的时候 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 他就改变了 哎 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在这里侍奉 所以你看 他们有这样的一些不同背景的人 而且不同教育的人 而且不同身份的人 他们可以在一起同性 而且他们侍奉主 他们一起侍奉 哎 侍奉 然后呢 他们不单是侍奉主 他们还怎么样 他们还愿意怎么样 愿意降服在圣灵的下面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 不是说 郭牧师说 不是说苏弟兄说 不是说某某长老说 不是说某某同工说 而是圣灵说 看见没有 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 常常说 哎 这个同工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做 因为这个同工比较资深 比较有威望 这个是牧师说的 这个是长老说的 我们常常要听他们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圣经怎么说 圣灵怎么说呢 哎 你圣灵说 他们愿意降服在圣灵的下面 然后呢 他们不单纯降服圣灵 而且愿意把最好的人拆派出去 拆派了谁呢 拆派了巴拉巴和扫罗 巴拉巴刚才我们说 圣经当中好像没有记载他的缺点 当然不是说他没有缺点 扫罗呢 他后来成为保罗 那当然他的背景更了不得 哇 他就是出身显赫 受教育 也是这个名门等等等等 然后各方面他又那么有恩赐 那么有能力 被圣灵充满 那当然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写出来这些 十三章开始 第一次旅行步道 然后接下来后面 他有三次 四次的旅行步道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六个方面 那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的这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有什么 有先知 他们有先知的话 我引用了这个哥林多前书 十四章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到五节和三十一节 那刚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 这个先知呢 跟旧约里面所说的先知 有一些区别 当然他们也可以说预言 当然他们也可以 领受从上帝来的信息以后 告诉神的百姓 但是呢 在这里新约时代的时候 更注重于一个讲 把神的话讲解清楚的 一个讲道的功能 那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到五节 第一到二节我们又打出来 那里是说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 但更要羡慕的是 做先知讲道 好 然后就下面说 在这里下面就说 做先知讲道的是什么呢 是对人说 要造就安慰劝勉的 那第二节那里说 说方言的是对神说 是造就自己 因为他心中在诉说 那些人听不懂的那些奥秘 那是说方言的 所以弟兄姐妹 当保罗 当保罗 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把 做先知讲道 和说方言 放在一起比较 因为今天大家如果去过不同的教会 当然有些弟兄姐妹信主就在我们教会 好像没有去过不同的教会 但是如果你去过大的教会 小的教会 不同中派的 不同文化的 各种各样的教会 你如果去过的话 你可以看见有些教会特别注重 那个让他再去讲方言 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方言 比其他任何教会都多 但是保罗并没有称赞哥林多教会 而是说 我在主里面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属婴孩的 虽然他们哥林多教会的人 讲方言比其他的教会都多 但是他还是教导他们 怎么样呢 就是说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潜伏属明的恩资 但更要潜伏的是做先知讲道 因为做先知讲道和讲方言来比较的话 第一 讲方言 讲方言是对神说 只造就自己 那做先知讲道 是对人说 造就所有的听到的 那弟兄姐妹就会说 我造就自己有什么不好 当我把自己造就好了 我就也可以造就别人了 对 没错 但是圣经当中 说到讲方言的事情的时候 是造就自己的 是把这个 所有的造就自己的 这个里面是谈到最后的 因为造就自己 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读神的话 祷告 聚会 弟兄姐妹交通 还有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造就自己的 不是只有一种 说方言可以造就自己 所以我个人的态度 就是说 如果弟兄姐妹 神感动你 说方言 你就说 我并不禁止说方言 但是不要去追求 不要去 我没有说 那我就一定要追求 像那些人一样 他们怎么能够那么厉害呀 我看他们简直是 就是看一个高大的 了不起的人一样 你觉得他很了不起 能够说方言 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这个 湖南长沙的时候 有过一次 说方言的经历 但是我从不说这件事情 从不去夸耀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当中 属灵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四章里面 说方言是放在最后面的 而且造就自己的话 它不是唯一的方法 有很多刚才我们说的 可以造就自己 所以你可以说 圣灵感动你 但是不要去追求 不要去 刻意刻意地去 我一定要 我没有 所以我一定要 那弟兄姐妹 我们再来看 说方言的造就自己 但是做先知讲道的是 造就教会 所以造就教会 它用什么方法造就呢 你看 它是安慰人 劝勉人 今天在座的 我记得有一位跟我说过 他说 我有一次听一篇讲道 就是 哎呀 正好是针对我 我讲的 正好是我所需要的 然后呢 我就反复地听了很多遍 听了很多遍这边讲道 所以他就被造就 然后他愿意改变 愿意改变自己 这是造就 然后呢 安慰人 有的弟兄姐妹 他很久很久 可能因为家庭的难处 因为遇到一些问题 他就不愿意来教会了 但是有一天 圣灵改功他 他要来到教会 他说我太长时间没有去 教会聚会了 那我去的时候 哎 那天听到一篇讲道 然后正好是针对他 在难处当中的 正好是针对他 在问题当中的 使他的心 忽然开了 哎 他被安慰 这是安慰人 那劝勉人呢 还有些人 就是灰心 哎呀 看到 教会里面怎么 有些弟兄姐妹之间 有些人之间 怎么也是跟社会上一样 有那么多的问题啊 所以就灰心 信心大受打击 但是当他有一次 去听道的时候 听到一篇 神的信息 告诉他 哎 不可灰心 不可上志 要常常监护 哎 当他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他又会被得到激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点 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是 造就人 安慰人 劝勉 好 在我们教会里面 在我们教会里面 感谢主 我们有 至少有 现在有三位弟兄姐妹 可以讲道 那在以后的认知里面呢 是不是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呢 三十一节说 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的 做先知讲道 叫众人学道 叫众人得权 这个都可以呢 不是说 每一个人一定的 而是说 有可能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可能 你们都有可能 一个一个的 做先知讲道 这是三十一节的意思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 当我们看到 这样的信息 当我们听到 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到过 你我 有的人说 哎呀 我不行 我怎么可以呢 我实在是没有 念过神医学 我信主时间也不长 等等等等等等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 其实 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的恩赐 神给我们的托付 不是只给一个人的 是其实 当我们愿意追求 愿意分享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操练 先从操练 祷告开始 我记得那时候 在长沙的时候 有一次 在一个也是像这样的 聚会当中 当然不是主乎崇拜 是一个小型的聚会 我就突然的 我也没有提前 告诉那个弟兄 我就突然请他 站起来祷告 他说 哎呀 吓得我 浑身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你怎么突然 也没有提前告诉我 就突然叫我 站起来祷告呢 但是感谢主 就是那一次 给他一些这样的一个 或者说是压力吧 或者说是一个 突如其来的一个事情 后来这位弟兄啊 就因为他不断地追求追求 后来就在家庭教会里面 成为一个非常 讲道受欢迎的弟兄 而且呢 他带领的那个 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是在不断地成长 我就可以看到 有时候我们要愿意超越的心 不要拒绝 当我或者其他的同工 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 请求你做一个什么服事 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首先不要拒绝 你说哎呀 我试试看 或者我从来没做过 但是我看看我能不能做好 这样的一个敞开的放开的心态 那这是讲道这个先知 讲道带给我们的益主 第二个呢 在安提亚教会当中 他们有教师 教师是什么 刚才我说了 就不单纯是主日学的老师 也是你可以在诗底下 跟别人分享圣经 可以一对一的查经的 也叫做教师 像有些弟兄姐妹在座的 他就说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就有人专门跟我一对一的查经 学圣经 哎 我就对圣经慢慢的了解了 他说一对一的查经 那教师呢 我们可以看 当保罗对提摩泰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 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当保罗对提摩泰这样说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们看到这节经文里面 一共出现了几代人 出现了几代人 这节经文里面 一共出现了几代人 那有弟兄说四代 四代人 那我 我是谁呢 就是保罗 保罗教导了你 你是谁呢 提摩泰 所以提摩泰听见保罗所教导的 然后呢 提摩泰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去忠心教导人 忠心教导人 所以那个能忠心 谢谢 请我们羊姊妹等一下再跟大家交通 等居然会以后再跟大家交通 阳光辉姊妹 我们居然会再给大家 会影响到别的弟兄姐妹 好的 谢谢 那能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这个是忠心教导是第三代 第三代 然后别人的人是什么 别人 那就是别人 就是第四代 所以你看保罗教导提摩泰 提摩泰去教导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就是四代 所以这样的教会才会发展 这样的教会才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我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就想一想那时候 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别人 我三十岁被暗逼 别人叫我牧师哥哥 好 然后这里09年接待私隐黄秦 下一堂以后 就叫我牧师叔叔了 现在呢 再来的这些年轻人的孩子 叫我牧师爷爷 也有三代 但是其实加上我们在座的长辈 八十岁的长辈 八十几岁的长辈 就有四代 我们也是四代同堂 但是弟兄姐妹 这只是年纪上哦 这只是年纪上 我们还需要什么样 我们还需要 在这样的真理的教导上 能够四代 现在我们看到的 我们教会 好像还只有两代 但是这也是好的现象 已经开始有两代了 像叔弟兄 像我们 还是一代 但是现在呢 有四隐黄秦 他们也能够带同学的班了 有开始有第二代了 这是好的现象 我们希望那些小孩子 主族学的孩子 他们也可以被兴起 被教导以后 他们也可以带他们 比他们小的孩子 那就是第三代 第四代 所以弟兄姐妹 当然如果看到这样的教会 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 才是一个真理 一代一代的 被传递下去的教会 而不是说只有几个人 守着那个主族学的讲台 和主日正道的讲台 而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更多的弟兄姐妹 可以参与到 这样的服事当中来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不单纯是 不单纯是 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能够这样的教导人 而且教导 保罗教导提摩太是什么呢 是要一个是中心的 不是说跟你关系好的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一些现象的话 那个不太荣耀神 地盘 这是我服事的地盘 你不能够插入 这是我负责的事工 你不能够插入 当然一个教会 如果每一个人能负责一项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要是 像现在我们教会 有时候一个人要负担几项的服事 有时候觉得 太力不从心 或者人手不够 那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可以 但是这里说 是忠心的 就是当一个传道人 当我们能够教导别人的时候 不是说 那个人对我好 我就教导他 那个人给我关心一切 我就教导他 而是说 那个人是不是能够忠心 忠于神的话 忠于神的托付 然后对神的家忠心 而不是说对你一个人忠心 所以像过去这个武林派别 我是武当派的 我是华山派的 你们就不能够跟他在一起啊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那不得了 心风血雨啊 因为他是那个派 那个门派不一样是完全的不能够互相往来的 但是这里呢 不是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跟社会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看呢 同心在安全儿教会 有一个第三个特质是他们能够同心 这个同心呢 让我想到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的五个人 有四种背景的来源 五个人就有四种背景的来源 竟然他们可以一起 有这个西律王的王公里长大的 有巴拉巴那样富人家庭长大的 有非洲的那个贫困的地方来的 还有保罗这样的一个完全扫罗 逼迫基督徒的人悔改了以后 这样的四种背景的人混在一起 但是他们竟然能够同心 为什么能够同心呢 为什么能够同心呢 因为他们依靠的是主 不是靠人 所以这里 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保罗劝勉提摩太的 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要你们喜乐 要做完全的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要有这样的条件 这几个条件 如此 人爱和平的神 必常与你们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感受 教会里面如果感受不到 神的同在的话 我们看看 我们具备了这些条件了 这是神同在的一些条件 当然不是所有的条件都在这里 在其他的经文里面 还有一些条件 在这里列举了几个条件 当然我们说 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里面 神就与我们同在了 但是我们经历不到神的同在 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喜乐 我们没有做完全人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做完全人不是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完全人 而是原本当中就是说 经过修补 经过建造 使你逐步成全到完全的地步 这样一个意思 不是说我们没有 每个人今天我们都是完全人 我们做不到 但是经过修补 经过建造 逐步的被建立成为一个完全的地步 然后要受安慰 有些人 弟兄姐妹 说到受安慰的话 有些人 他并不一定愿意受安慰 他说你讲的这些话 你做的这些事 都不能够使我受安慰 等等等等 然后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然后特别把神的属性提出来 什么属性呢 神的属性 仁爱和平的神 那神还有什么属性 神还有什么属性 我记得上个周三 我们在公寓查经的时候 我们提到神的属性 有全能全知全在 很多这样其他的属性 当然这也是神的属性 仁爱和平的神 那神的属性分为两种 一种是可传递的属性 一种是不可传递的属性 像神的全能全知全在 是没有办法传递给我们的 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你再怎么操练 你再怎么修行 你再怎么属灵 你也没办法全能全知全在 但是呢 仁爱和平这样神的属性 慈爱公义正直 这些是可以传递给我们的 这叫做可传递的神的属性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属性呢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 所以你想一想 一个教会 一个教会 如果你走进来以后 听到的看到的都是 大家真真吵吵 哎呦 就没有 你说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神会在这样的教会 与你们同在呢 那家庭也是这样的 家庭里面 如果你下班回家 如果你回到家里面 一开总是 一讲话 一句不对 味道就吵 然后呢 就是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 那怎样的体会到 体会到神与你们同在 所以 弟兄姐妹 当我们想到这里 同心的时候 这里告诉我们 要 同心彼此和睦 这样如此 仁爱和平的神 你看 仁爱和平 他特别强调这两种属性 就是他的爱和他的平安 他的peace 可以 这样的一个光景 才能够与我们同在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 如果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除了绝对真理 我们要坚持以外 像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这是绝对的真理 唯有借着他 我们才能到父面前去 其他的那些相对的真理 如果你跟他 跟书弟兄 跟某某弟兄下意 跟什么某弟兄 我们要是不一样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 互相的融洽 那有的人说可以 但是有的人说不可以 不可以 但是在我的观念当中 在我的观念当中 这些是可以融洽 除了绝对的真理 不一样的话 如果他说 其他的方式 我们教 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相信的 也可以得着拯救的话 那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 把耶稣基督降低了 所以我们听到这样的 一些消息的时候 一些要向你传说的时候 你要警惕起来 但是在教会里面 关于我们聚会 要用什么方式 我们唱歌 要用这样的投影 还是说要用拿着歌的唱 我们要受洗的时候 要用进水里 还是点水里等等 这都是属于相对的真理 那如果有弟兄姐妹 跟我不一样 我会愿意让 那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 在家庭里面 遇到你要是 跟一个你的配偶 天天要讲道理的时候 你说 在这样的家庭里面 应该是讲什么 应该是讲什么 应该是讲爱 对不对 应该是讲爱 要不然他天天跟你讲道理 你说 遇到每一件事情 我都要跟你把道理讲清楚 其实在大家里面 要是天天讲道理的话 那没办法活下去 那就没办法和睦 只能够讲爱 不能够什么事情都讲道理 家里是讲爱的地方 那教会也是讲爱的地方 那弟兄姐妹 那我们看 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 安提亚这样一个 模范教会里面 他们还有第四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一起侍奉 他们一起侍奉 他们不单单是这样的 背景不一样的童心 他们还能够一起侍奉 这个一起侍奉 我刚才也提到了一点 那我们教会的话 如果 如果现在有这么多的长辈 有中年的青年的弟兄姐妹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样 服事的事情 如果你看到教会 有其他的童工 特别的忙碌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想 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可以做些什么事 你可以想一想 然后你去找童工 你说我可以来做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教会能够 每个人只做一件的话 那这样的教会 这样的教会 才是比较健康的 如果一个人要做三件 四件 五件的话 不太健康 因为都集中在他 一个人身上 所以他说 他们侍奉的时候 刚才我们读了 他们侍奉的时候 然后怎么样呢 就禁食 就禁食 所以你看他们的侍奉 是愿意付代价的 是团队的侍奉 不是一个人的侍奉 不是一个独行侠的侍奉 而且呢 是付什么代价呢 是禁食祷告的代价 弟兄姐妹 不要看到禁食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自己 我说我这信主的过程当中 如果遇到一些难处 如果遇到一些 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我禁食祷告 我记得那时候 第一次禁食是什么时候呢 是那时候我去 这个签证的时候 来美国签证的时候 然后签了四次都没有 签了四次都没有签到 第五次才签到 但是第四次没有签到之后呢 我就在神面前 禁食祷告 我说 第五次如果再去 没有签到的话 神 那你不让我去的话 但是我就说 神呢 前面的预备 前面的那些 手续 怎么都那么顺利 为什么一到了签证的时候 这么多的繁琐 而且这么多的不顺利呢 是神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呢 我那个时候学习禁食 原来神要我学习 在祷告当中 专心的仰望他 专心的清醒他 然后我禁食的时候 我禁食的时候 就是那天晚上 因为我从北京飞到广州 然后我就专门刻意的到同学家里 他们吃晚饭的时候 我也不吃 我说我禁食祷告 然后晚上睡觉之前 又继续祷告 第二天去签证的话 就很顺利签过了 那弟兄姐妹 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他们呢 我是为自己的事情 但是他们呢 禁食的时候 是为整个教会 为了拆传宣教士 出去传福音的事情 他们这样的童心 那不单止是这样的童心哦 而且大家看 大家看就是他不断地 不断地保罗 不住地提到你们 就是说他在祷告当中 时刻地想到那些童工 这说明他们的侍奉 是有果效的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来的时候 特别是服侍地 做接待的 我们领会的 私情的 我讲道的 然后放头饮的 我们有没有为今天的这个侍奉 有一些祷告呢 在家里或者来到教会 我想我每个住的早晨 都愿意为这些侍奉的弟兄姐妹 还有厨房的 还有这些背后默默地 在主日学照顾孩子的 我都为他们祷告 每个主日的早晨都为他们祷告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操练这样的不住地 提到这些童工的时候 那我们会想到 你就会看到教会的需要 不然的话 你根本就会看不到 到底教会有谁 什么需要我服侍的 我摆上的 我参与的 我怎么样的 或者说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可以为他们祷告的 哪些事情 如果你这样不住地 为教会的侍奉 提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名字的话 你就会想到哪些事情 你会参与 再有的以示贴记 我为什么列举以示贴记呢 就是当时以示贴 这个在波斯做王后的时候 他遇到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禁食地祷告 也要求周围的弟兄姐妹 还有他的叔叔 还有其他的同胞们 都为他禁食祷告 这样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会面临着 整个民族被灭绝的 犹太人被灭绝的 一个关键的时刻 所以他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说 他说我要禁食 三昼三夜不吃不喝 你们也要为我 三昼三夜不吃不喝 这样的禁食祷告的时候 就怎么样呢 就是我就可以 唯利进去见国王 然后国王如果 伸出他的那个金杖的话 我就可以免死 如果他不伸出他的金杖 我就会死掉啊 但是他说 我若死就死吧 所以告诉我们 第二个功课 是什么呢 第二个功课就是说 你禁食祷告的时候 不是说因为你禁食祷告 神就一定要听你的祷告 这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要学习的 就是像 以色列 他当时那个哈曼 要灭绝他们整个民族 在国王那里 在亚哈斯王那里 在那个亚哈水鲁王那里 是领了一个文书 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灭绝的时候 这个哈曼这个恶人 然后他出了这个毒计的时候 那么莫迪改 以色帖的叔叔就这样的告诉以色帖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以色帖 他是提到了一点 这个禁食祷告的 禁食祷告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 我们禁食 不是强迫神要听我们的 而是说 我们操练 我们操练 跟神的关系更密切 这是禁食祷告的目的 而不是说要强迫 所以他说 我若死就死吧 意思说 如果神没有成全的话 我死了 那也就死了 没有关系 但是呢 他的目的是要拯救整个民族 所以当他这样的进去祷告的时候 进去见国王的时候 我们发现 当然奇妙的事情发生 国王向他伸出金兆 这是后面的故事 那那个恶毒的人 那个出毒计的哈曼 也被这个国王处死了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有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 今天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 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 有这样的一个恳切祷告的心呢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一起的侍奉 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同心的祷告 所以无论是刚才最前面我说 那么大的教会 或者有一万人的 或者是几千人的 或者我们几十个人的教会 祷告会总是每个教会人数最少 然后呢 我们操练祷告的这个机会 和这个次数 和我们自己在家里祷告的 这种方式 常常也是受限制的 求主给我们 有一个愿意亲近他 来祷告的心 最后 第五个我们看到 当这个他们降服在圣灵的面前的时候 加拉太子五章二十五节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 使徒行转 圣灵说 不是保罗说 不是巴拉巴说 而反而在十三章之前 保罗和巴拉巴很少很少说话 他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 在干安西拉教会里面 他们在这个被拆太之前 他们都不发表什么意见 但是当神拆太他们去的时候 圣灵说 他们愿意降服在圣灵的里面 所以加拉太子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基督徒 是靠着圣灵得着信的生命 但是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 来行每天的事情呢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行事 什么叫靠圣灵行事呢 第一 就是要被圣灵充满 就是我们要完全的被圣灵掌权 愿意交给圣灵来管理我们 而不是我们自己做 每一次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要先祷告 看看圣灵是不是 愿意 是不是许可 是不是还是禁止 我们做这样的事 第三呢 我们要预备 迎接挑战 如果我们要靠圣灵行事 第一倍 圣灵掌权被圣灵充满 第二呢 我们要靠圣灵行事的话 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 是预备接受挑战 什么样的挑战呢 就是要胜过肉体的情欲 胜过世界的试探 胜过魔鬼的攻击 我们要预备接受这样的挑战 不要以为 我们一个顺服圣灵行事的人 就一帆风顺 什么事情都没有 不会遇到任何的麻烦 不是的 你要预备接受这样的 魔鬼的攻击 世界的试探 然后肉体的这个引诱等等 你要预备这样的挑战 最后呢 你要批信心 因为圣灵告诉我们 当我们是凭信心 而不是凭眼界的时候 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所以我们能够得神赐给我们的基业 能够丰丰富富 为什么今天我的孩子可以在我们家里吃 在我们家里穿 在我们家里住 然后坐车 带他去这里去那里上学 干什么都不用交钱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同样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享受神的丰富呢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他赐给我们圣灵 所以我们这些圣灵在我们历史 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这是告诉我们一点 所以当我们 当我们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批信心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时候 这叫做平胜 圣灵行事 而不是说 我今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最后 第六个 他们有猜传 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这个新生命教会 比较欠缺的 我们没有猜传 学教师 那记得有一次一个弟兄说 一个二十几个人的一个韩国教会 他们竟然猜浅了几个宣教师 那他们的教会 也没有我们这么舒服的聚会 聚会的环境 他们也没有 这么好的一些漂亮的教堂 他们就在一个很简陋的地方聚会 但是他们只有二十几个人 他们竟然猜浅了两个宣教师出去 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 而且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说 他说 父怎样猜浅我 我也怎样猜浅你们的时候 他是告诉我们 他愿意与我们同在 因为上帝猜浅耶稣基督 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就是第一个宣教师 而且上帝与他同在 那今天他又猜浅我们 猜浅当时的门徒 也今天圣灵猜浅我们 他也应许与我们同在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巴拉巴和保罗是 安提阿教会最好的两个 两个人同工哦 他们竟然把他猜浅出去了 如果今天我们把书弟兄猜浅出去 我们把这个几个主要的 父侍的同工都猜浅出去 弟兄姐妹说 那我们这个教会还会不会运转 哎呀 还能不能照常运转下去啊 照样可以的弟兄姐妹 其实有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太近了 巴拉巴看得太近了 要是我离开了这个教会怎么办呢 要是我不在这个教会 其实啊 任何人 任何人离开了 教会照样的运转 只要有神的同在 你看乔布斯走了 苹果照样运转是不是 没有因为乔布斯不在了 苹果就不继续运作下去了 所以这个地球也是这样的 任何伟人 任何什么了不起的人走了 这个地球照样要转下去的 同样的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 所以当我们愿意做拆船的 当我们愿意从本地开始 9月17号哦 我们有一个福音布道会 所以弟兄姐妹 现在就开始 已经太晚了 也不晚啊 我不知道在座的长辈 有没有邀请一些 你的楼里面的那些 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 你要告诉我啊 告诉海淘弟兄 该会或者其他的弟兄 要接送的话 赶快要我们安排人 要接送他们来哦 9月17号晚上 所以弟兄姐妹 还有青年人 中年人 你们周围的邻居 有没有 还没有福音朋友 跟你平常有交往 有联络的 这个时候想到 你说来参加我们教会的 中秋的那个晚会 我们有好吃的 好玩的 更重要的是 要得着耶稣基督的 好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满心地感谢赞美你 爱丽丽丽丽教会 是一个模范的教会 他们有讲道的 他们有 主学的老师 他们能够同心地 师奉 他们能够在 任何的境况当中 想到神的施工 都能够 横切地祷告在 你们面前 他们能够 参传这样的 最好的弟兄姐妹 出去传福音 主啊 他们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教会 我们不要 只是享受神 给我们的一切的 丰富和资源 我们应该来在 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 想一想 我们还能够为神 为神的家 做一些什么 求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们参想 福音的诗歌 教会唯一的根基 教会唯一的根基 使主耶稣 基督的恩基 基督的恩基 宝祖恩 祝恩 重新 重新 充临 再给 教官 祝福 祖同天上 来寻 真 不 为主 人 世界幸福 奢生留学的代价 建立永远寄宿 随从万邦选出了 幸福都成一体 教会何以的根据 一处一心一心 同尊为你的生命 同财为天亮 同怀为你的希望 同梦出爱久长 随他历尽了艰辛 受人几桥回报 累阵分裂了他身 一段恨你重伤 神徒焦虑对闻索 黑夜到底多长 呼气即将变得深 传讯变见晨光 他虽在地却联合 转身三为一体 以下安息的众生 奥秘永远寄宿 奥秘永远团寄 直到与传地妄言 谈见光荣家乡 到时开旋地教会 多想安乐如家 阿们 我们下面要一起来领寿主的饼和杯 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 是我们领寿圣餐的主日 我先读一段圣经 给弟兄姐妹听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大家如果没有圣经 就听我读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到第十一节到十一节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最要谨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包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